7月16日,陈玉希全红蝉在福岗游泳市井赛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夺冠,作为陈玉希,又为全红蝉。 16日上午,福岗游泳市井赛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预赛没有太多观众到场。 但当陈玉希和全红蝉屡屡展现水花消失数时,看台上还是会响起清晰的赞叹声。 到了当晚的决赛,随着更多观众入场,欢呼声开始在两人每一轮入水后响起,声音越来越大。 当这对中国组合已领先第二名58.08分的巨大优势夺冠时,观众的欢呼声带过了场内播报的声音。 因为身材娇小,陈玉希和全红蝉被亲切称为梁小枝。 在东京奥运会后,两人开始搭档出战女子双人十米台,随后在世锦赛、世界杯等国际赛事中接连夺魁,已然成为该项目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。 但当天比赛结束后,陈玉希表示,自己发挥得很一般,我自己动作没有完全做好,双人同步也还差得蛮多的。 当被记者问及是不是对决赛第三轮的动作不太满意时,陈玉希回答说, 不只是第三轮,而是觉得自己五轮的入水效果都不是特别好。 一旁的全红蝉说,自己在同步方面稍快一点,单人部分还需要注意脚尖和膝盖的细节处理。 对于刚刚以出色成绩完成世锦赛女子双人十米台未免的两人来说,这番话似乎有些法尔赛。 实际上,处在生长发育期的两人面临诸多挑战。 中国女子跳水名将高敏曾在受访时指出,对女子跳台选手来说, 长身高,长体重意味着需要增强力量,调整技术结构,一旦力量和技术不匹配,状态就会下滑。 自律是克服发育期难题的重要武器。 从16日的比赛状态来看,两人为此付出了不小努力。 全红蝉此前曾这样描述自己的自律生活,我现在能做的,就是禁止所有零食,控制好体重,保持好竞技状态,这样才不会被淘汰。 在年初的全国跳水冠军赛上,有人问全红蝉还能不能吃喜欢的零食,他立刻给出了否定的回答。 赛后,当有记者问起全红蝉身高是否已经达到1米60,他瞪大眼睛,没有。 四手五入就是1米5,接着他点击脚尖笑着说,穿个鞋就1米6,再垫个增高垫就是1米7。 谈及即将在2024年举办的巴黎奥运会,陈玉希说,非常希望能携手队友在巴黎展现最好的训练成果。 当被问到能不能在巴黎拿冠军时,全红蝉看了看陈玉希,然后蹦出了回答,能,肯定能。 陈玉希则显得更为稳重,他说,拿冠军这个目标肯定是要有的,但还是需要更专注,把注意力集中在平时的训练还有比赛上面。 想站上领奖台,肯定要先完成好自己的比赛。 点那您拥戴,肯定要先ête来 bloom uncertain căád pa的时候,也不凭减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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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减 And 多数分比赛丝诺的你容易地固域 则能就站在个课 one?